我们想首先感谢一下所有在这次搜索活动当中为我们付出了巨大努力的所有的人员 他们在帮助我们搜取370航班 那么在最近的这些日子当中成百上千的人们正在加入到我们的搜索和帮扶的工作当中 他们航行了很长很长的这样的一个距离驾驶了很长很长的这个飞行很长的距离来到这里帮我们进行搜索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赞叹的努力 它牵涉到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大家的帮助 我们的航班失联了 很多的国家立刻就向应了我们的号召给我们支持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发生巨大悲痛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在城的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和痛苦 我想我们的这种的合作一定会让我们有全心全意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帮助这些人 我们现在已经26个国家加入到了我们的共同的合作当中 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 那么飞机现在 消失的这个航班 现在他的这种案例在过去是史无前例的 那么今天早上我会见了一些搜索的这个船队的这些船队和机组人员 那么这些人员来自于7个国家 那么他们在过去的这些日子当中每天都在不停地搜索这家航班 他们所面临的巨大的困难 尤其是像这样的一次搜寻的活动 而且他们还会继续的来保持这样的一个搜索的努力 我们今天早上呢 今天白天我们有八架飞机和九架航船正在这个朝这个相关的领域进发进行搜索 这样的一个过程绝对不会很容易 我们现在新的这个领域当中 在新的这个水域当中进行搜索 希望找到新的发现 我相信 有着我们所有的机组船队人员的努力和勇气 我们一定会取得成果 那么我想在这里呢 想代表我们所有的人们 向他们表示感谢 同时我还想感谢阿伯特总统 阿伯特总理 感谢他一直以来与我们共同一道 并且答应我们的要求呢 帮助我们一起进行这样的搜索的努力和配合 那么在过去的这几周当中 澳大利亚一直在极力地参与到我们的这样的搜索当中 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帮助 我们在这里呢 也会继续地跟澳大利亚政府呢 进一步紧密合作 我们也在这个搜索的方面 达成了一些相关的协议和备忘录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候 澳大利亚呢 证明他们真是一个靠得住的好朋友 还有像其他的各国的政府当局 也都在不断地支持我们 那么也在帮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支持 所以说我想感谢澳大利亚政府 给我们所做的一切 你们一定会帮助我们找到航班的 同时我们也想感谢在这里的所有的来自各行各业的专家们 你们的专业技术 是帮助我们解开这个历史上最大的谜题之一的一个重要的能力和法宝 是帮助我们的专家